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61年的一天 有五個人在中南半島的原始森林裡搜索 四周灰暗的樹蔭遮天蔽日 半人的樹根到處都是 不知名字的昆蟲任意釘咬住他們的皮膚 蒲伯在地上的毒蛇 隨時都有攻擊人的可能 五個人中就在最前面的是 法國生物學家亨利·麥奧特 更在他身後的是 他從當地僱傭的四名仆人 這個時候仆人們一個個 尹身無力寂寞冷汗 向麥奧特請求說 主人請不要再往前走了 我們回去咯 我們都再不敢向前走了 這樣會觸怒惡魔和幽靈的 就算你給我們再多的錢 我們都不做了 麥奧特所要尋找的 就是已經消失了幾個世紀的古城 吳哥城 本來麥奧特是為了尋找一種 珍貴的蝴蝶才來到這裡 他和四名被僱傭的當地土著 進入一大片陰暗深沉的叢林區 希望可以捕獲一種罕見的蝴蝶品種 他們一行五人沿著中南半島的 逆流而上 大約走了480千米 然後乘了一條小船 由湄公河之流深入內地 到達高棉的金邊湖 一路上奇景異獸不斷出現 很多罕見的植物 昆蟲在那片未開化的叢林地帶 展現出生命的光彩 令到麥奧特大開眼界興趣大增 然而隨行的土著卻變得 越來越繁躁不安 在走了一大段路之後 他們竟然指著腳步 不願意再前進一步 博人爭先恐後地搶著話 前面那座麥林裡藏著很多幽靈 他們不僅會讓人迷路 還會用可怕的毒氣將我們全部殺死 幽靈? 麥奧特對他們的說話感到可笑 這些迷信的土著 居然還相信在這個時代裡有幽靈存在 但他沒有其他辦法 只可以鼓勵膽怯的隨從 這個時代不可能存在幽靈 就算真的有 我們有那麼多人 肯定會將幽靈嚇走 如果可以將幽靈捉住 不單被捉蝴蝶更有趣、刺激 而且你們都可以因此 而成為人心目中的英雄 你們還怕什麼? 土著人對麥奧特的說話不以為言 仍然不斷地懇求麥奧特不要冒險 主人呀,這不是開玩笑的 聽說叢林裡有魔鬼的咒語 所以幾百年來 一座大城堡一直孤單地 留在叢林裡沒有人居住 這些土著所說的古城 就是十二世紀的時候 吉滅人在叢林中興建的吳歌城 這座古城最興盛的時期 是十三世紀 一位中國商務史節兼旅行家 周達官在1296年的著作 《珍立風土記》中 詳細地記載了他的盛況 在吳歌城門口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由士兵駐守的城門 只有狗和罪犯除外 一種用瓦覆蓋的圓形房屋 是那些養尊主優的皇宮貴人們的住所 這些房屋都是面向著 族日初升的東方 奴博就在樓下不停地忙碌住 有幾百間石屋和二十多座小塔 圍繞著一座黃金寶塔 他就是巴容神殿 神殿的東邊側 有兩頭金色獅子守衛著金橋 這一切都顯示出 吉滅帝國的繁華和氣派 無比尊貴的國王 穿著富麗堂皇的囚段畫服 頭上時宜帶著以茉莉花 和其他花朵編成的花冠 時宜帶著金冠 身上更是佩戴著很多稀世真品 有珍珠、畫環、手足、寶石、金戒子等等 當百姓或其他國家的大使想見國王 就在國王每日兩次坐潮時 積地移坐以等待國王的家臨 一輛金色車子在古惡星中 緩緩地載國王來 這時大家在響亮的裸星中 需要合掌叩頭 等國王在全國之寶 一張獅子皮上坐定 然後眾人要等裸星停止 才敢抬頭尖望國軍的威夷 而且將諸事奉告 由此可以得知 吉滅帝國不單國力強盛 而且秩序嚴謹 這個民族的人口曾達到二百萬 當然 當時的麥奧特並不知道這些事 他只是見到土著的表情嚴肅地向他比劃著 一股好奇心從他的心裡糾然升起 從林中居然隱藏著一座大城堡? 如果將他公諸於世 豈不舉世震驚? 這種想法逐漸取代了他原先觸蝴蝶的願望 這樣吧,我給你們加倍的錢 你們再陪我往前走一走探個究竟,好嗎? 徐松門儘管心裡很不情願 但都是鼓起勇氣,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 小心翼翼地再向前走 他們一直在這個荒涼的叢林中守了四天 仍然毫無結果 第五天,他們仍然甚麼都沒有發現 麥奧特也沒有辦法 只好率領捕人折迴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他們眼前呈現出五座石塔 由以中央那座最高、最宏偉 塔尖在夕陽的影照下,一一生輝 麥奧特見這座長狗被埋藏在叢林中的古城的時候 不禁堂木結舌 他找到了舉世文明的吳歌城了 吳歌城堪稱一座洪偉莊嚴的城市 洞西長1040米,南北長820米 幾百座設計獨特的寶塔林立 周圍還有類似護城河的寬二百米灌蓋溝渠首位住 有很多仙女、大將和其他浮雕刻在建築物上 其中127人的首級將顯得尤為壯觀雄偉 從這座古城中,有寺廟、浴場、圖書館、紀念塔和回廊來看 在這裏興建都市的民族當年的文化必定十分發達 他們高超的建築技術在世界建築領域堪稱一流 後來,麥奧特因為感染熱帶疾病去世 而未能揭開古城的秘密 但法國方面繼續進行著不懈的探索 到現在為止,人們還未找到吳歌城荒廢的原因 查遍所有的史料也只能得知在1431年的時候 遷羅人以7個月的時間將吳歌城攻下 搜刮了大批戰利品而去 第二年,他們再到光臨吳歌城 就發現這裏已經變成了一座空城,人畜皆無 他就是吳歌弗了 於是,那些人做出了種種的猜測 有人認為吳歌城被遷羅大軍攻陷後 這裏的居民被強行帶到某一個地方去做奴隸 然而幼子、病弱者、老賣的人都不見了 難道這些人也可以做奴隸? 有人認為,國內曾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內亂 國民互相殘殺,所有的人無一幸免 然而讓人不解的是,城內沒有發現到一具屍體 還有人認為,可能有一場可怕的傳染病侵襲了吳歌城 這場傳染病奪去大部分居民的生命 僥倖生存者為了避免傳染病繼續流行 將死者全部焚毀 然後懷著哀傷的心情遠走他鄉 而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那些人仍然在搜尋答案 我來說算了 很難忘了 你把人給了一星期待 有五週之一 感谢观看